好 又回來了 現在英國當然他們有很多事情會做 第一件事他們一定會做的就是 查理斯三世登基的儀式 登基有什麼錢會賺得到呢? 會有紀念品出的 這個紀念品究竟有沒有得炒呢? 這個我也要告訴大家 是沒有的 這個你不用想了 他死就會有得炒 這些紀念品的東西都要他死了才有好處 但是有很多人都會買的 其實英國人很過眼的 我自己也認識一些英國朋友 現在上班還在用查理斯和戴安娜 結婚紀念的那個杯 是啊 幾十年歷史都是這樣用的 那他們現在的英國人會怎樣呢? 如果上次Jubilee 即他登基七十周年 可以參照一下 登基七十周年 是為整個英國社會 注入了大概六十億英鎊的經濟振興作用 是啊 很厲害的 你不要以為他死人就沒有運行 其實英國人不是的 他生死也是有錢賺的 賺錢賺 是啊 是啊 還有一些發死人才 是啊 Freder Wong就說 都是糖水滾糖魚 沒錯是的 但是錢其實就是這樣 錢現在就在那些人的口袋裏 在戶口那裏 他叫動到一些人的錢出來去消費 其實對整個英國經濟 都是有一個提振的作用 郭榮爾就說 黃絲哭破倫敦橋 坦白說 BNO兒 現在他們有炒其他 其實香港人也有炒其他 現在好像兩毛錢也有得炒 女王頭兩毛錢 其實那些女王頭硬幣 有沒有炒 我告訴大家是沒有的 沒有太多 千萬不要想太多 他做了太久了 你知道嗎 現在你等查理斯 因為你如果拼查理斯短命的話 你可以這樣做 我說真的 拼他短命 你就可以 即是他 他出一些硬幣 你就收了一大堆 你就可以有得做的 但是你要給其他人出力收 你把貨要摘死自己 在自己手裡 這樣就有得搞 你說英女王那些 銀子那些 我很肯定地和大家說 太多了 他在位太長時間了 你根本很難有得炒 就算今年那些 你不能炒 就沒得炒 我的看法就是 你的特別紀念價值 那些紀念的東西 就有得炒 Toracef就說 換油桶王冠標誌 他不會換的 油桶王冠標誌 是新的油桶他就會換 其實就是這樣 嗯 是的 你說重印銀子要用錢 沒錯 還有 他們舊的錢 有些人就會收回來 其實市面上 實際的錢是會少了 有些人會 明明本來有 流通的錢 他們都會收起來 有一部分人真的會這樣操 這個催他不漲 他們其實 整個經濟的提振 是很厲害的 這次換一換這個國王 是很厲害的 是很厲害的 那麼 Daniel W 又沒得炒 這個真的 是沒得炒的 其實就 我是一個壞了的汪路 就要處都處 今年出的女皇頭 如果你今年出的女皇頭 其實量都很多 都很大 你說又沒得炒 都很大 都很大 那個汪有Dada 他的銀币有兩桶 你看看 怎樣炒 這麼多 沒有的 傳貨 沒有的 太多了 因為現在這些東西 就不容易有得炒 除非你打了一場大仗 人人都死了 你不死 就有得炒 但有沒有這樣可能 其實有很高的難度 我家裡還有澳磅 因為澳洲以前都用磅 不過是叫澳磅 那時候我媽媽就說 留下這些東西 是好東西 以後用澳閉 不用磅 結果有很多 原來家裡都有 每個人都留 因為每個人都留一堆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真的好說給大家 這些東西沒有得炒 你留回來做紀念就可以 其實 你炒一條毛嗎 老實說 也多謝GM的支持 但是 他們有很多東西 都會有新的東西出來 以前 他們那些 御用大狀 就叫做 Queen's Council 沒錯 御用大狀 現在他們全部都要印過 那些 就是卡片 那些信紙全部要印過 舊的信紙要丟掉 因為他現在就要 改名做 King's Council 所以這個影響 是 騙及這個 就是 走這個 普通法的地方 除了香港之外 因為香港 就已經叫 Senior Council 就不是叫 King's Council 或者Queen's Council 二龍大狀 叫資深大律師 叫做資深大律師 如果有走開 Queen's Council 名字的地方 全部都要 重新印過 Toracef就問了 澳元硬閉會不會 不印查理斯的樣子 一定會印的 我告訴大家 一定會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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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要看 你要討論幾件事 如果你說查理斯 那些地方 有沒有可以解僱 你要討論幾件事 就是要討論 澳洲的共和運動 搞不搞得起 其實澳洲的共和運動 在查理斯登位之後 是很有可能搞得起的 現在人們開始躁動 因為沒有了聲勢 而且那班老人家都離開 因為我們很多人從英國過來 有幾百萬人 但是那班人一離開 而且沒有了聲勢之下 其實現在都可以解僱 我看到都可以解僱 不是開玩笑 嘉嘉就說 網友都拿重貨 怎麼抄 其實這些是不能解僱的 Toracev就說很多人都叫KC 改叫KC 李家超 李家超也是叫KC 不過這個沒有關係 我是一個汪 買了汪奴 會不會轉為His Majesty 當然會 他們國歌都要印過 國歌都要轉 很多時候的學校 就會有本謙博的 唱國歌 他裡面的學校都會重新改 又會印過 Toracev就說 查三世負面新聞太多 他當然多負面新聞 但是 他有負面新聞影響不到他 他一定都是坐在皇位上 還有英國的共和運動 是做不到的 我就很肯定跟大家說一件事 英國的共和運動 是很難搞得起的 但是你說蘇格蘭獨立那些 他有沒有可以再搞 肯定會搞 肯定會搞 他一搞公投 又是錢 又有錢勢 施雅程說一定要搞 但是不知道卓衛斯 有沒有這樣的實力頂住 卓衛斯 說真的 把口很硬 多謝你 Ava Child 多謝你 多謝你的支持 那些人 南波王就是有一張 婚前人民幣五十年 即是 人仔 比較舊的 那些也都沒有得炒的 有些人說 那些有得炒 其實我告訴大家 沒有的 舊紙幣 對 舊紙幣要直板 還有要保存 好好的才有得炒的 所以很難搞 有些是 要幾十年之後才會越來越少 譬如紙的東西會發霉 發了霉就沒得救的 如果發了霉就變成廢紙 有些人集油都會發霉 錯版銀資可能有得查 但錯版出現的機率很低 你做收藏家都要學保存的技術 一般人是收藏不到的 一般人是收藏不到的 VBB不是W 剃除了VBB 多謝你的支持 多謝你 April Charles說 大馬唱歌超好聽 要不要再唱首 很準備 每個人都拿著燈 每個人都拿著燈我不懂 不敢唱 現在他是國喪時期 你找英女王 裝重點 你找英女王的東西來玩 其實就不太好 我們盡量都是用 緊實人命 是啊 是啊 當然現在有些人說 要炒來炒去 其實老實實沒得炒 沒有 我們都跟大家說 沒有 DADA就是要懂得保存 其實很多東西都保存得不好 沒有辦法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那 那 講到這裏 其實都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來到這裏 但是這次最厲害的是BBC 尤其是BBC在海外 其實是有廣告收入的 這次BBC 他們又會發大財 其實是 BBC一定會拍一個特輯 英女王又會出一些DVD 是的 是的 那些紀錄片 之後 在Apple TV那裏又賣出來 那就賣版權 我想到 是啊 有很多這些 總之他死人都有錢賺的 你不要以為他死人 就沒有錢賺英國 可能你賺得多於平時 只是死一次而已 是啊 他是一個人的價值 他要用到盡 包括自己的女王 和新的皇帝 他登機又可以拍一條片 又可以賺錢 因為他可以授權給其他媒體 很多事情搞的 也多謝Ivy Lee 多謝 那 講到這裏真的可以算了 Toracef就是哈利 又可以賣新作 哈利的新作 他一定會出的 一定會出的 因為昨天我們說了 他出硬的 這傢伙 還有很多衍生產業 即是這個皇室 令到八卦雜誌 多出幾本 我們這裏的八卦雜誌 都現在出多個女王特輯 那些人真的會買的 女人雜誌 全世界都有 女人雜誌 我們都應該買一些 給大家看一下 講一下裡面的八卦料 好了 到這裏真的差不多了 總之很多東西有得賺的 你不要以為英國人可以就這樣收皮 他們放假也有錢賺的 那裏是厲害的 我告訴你 因為他國喪期間又會放假的 他們放假又有錢賺的 他們很誇張的 究竟放假如何賺錢呢 有機會再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今天時間過了 好 明天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 東秋節快樂 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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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